可愛的皮皮獅新竹餡鳥 還有捧著柿子的苟年吉祥物 通通坐上火車 主動文創藝術園區變得好繽紛 的意思是 旅程會來到主動駕駛 帶了花花 所以人們可以享受這個地方的活動 仔細看一旁童花時鐘 停留在10點10分 就是象徵每年童花季十全十美 全出自義大利級插畫家的巧思 而另一頭的打卡亮點也不能錯過 台灣黑熊背著包包 準備踏上彩虹階梯旅行去 三層樓高的藝術牆彩繪 一樣看得到童花紛飛 裡面其實有很多社區 包括來這裡觀光的人幫我們帶筆 那這一部分我覺得 其實這才是我們畫這個的目的 結合在地建築物不做過多變更 和居民一起用色彩改變竹東舊城 是國際的藝術家 還有在地的藝術家 互相的PK 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創作 也希望能夠連結在地接軌國際 竹東動漫研究一直在提升水平 在不同的時間點 在一直把它充實 使得軟實力方面 能夠各方面能夠把它活化起來 改造竹東台鐵舊宿舍 呈現文創藝術村美景 更是吸引新人前來拍婚紗 也邀請大小朋友走訪新竹線 一起玩竹東